解放军大动作围台军演 范围更大 军种也更多 专家就提醒了 这一次是时兵时弹 如果对岸游训转战 外岛乌丘跟东营 恐怕有被占领的危险 我方三军戒备 誓言保卫将途 面对围台军演 国防部主动秀影片 我陆海空三军全面戒备 强调我方随时监控解放军舰 同时间空中部队也待命警戒 复制空军新竹基地 幻象战机挂弹升空 束手花莲记忆的F16V 同样被捕捉到 左翼挂弹还配邮 辅助邮箱全程戒备 海巡人员更是一早就前进金马 进线水域 驱离大陆海警船 中国海警14509 马上离开 此次中共的2024A军演 跟上次裴洛西访台后 围台军演相比 这次不仅没有划分进航限航区 从解放军东部战区公布的 演型图可以看到 台湾周围与金马被团团围住 范围更大 军种也更多 同时解放军跟动员海陆空 以及火箭军等兵力 针押担忧就怕游训转战 我小岛会被拿下 东引来讲的话 是我们北部地区 很重要的一个防空 对海的一个防御的一个要地 一旦东引丢失的话 台湾北部的防空 或者是反舰 势必形成一个真空 乌秋来讲的话 由于岛上的守军官兵不多 他要拿下 是易如反掌 特殊的是这次 援火火炮系统 类似美国的海马斯火箭 但是他射程可以到300到500公里 西部海岸线 所有的军事目标 都是在他的有效的射程范围之下 可以在第一级的时间 将我们的这种机场 雷达等重要设施来做一个攻击 他是使兵 而且使弹的演习 而且战机的数量 跟军舰的数量 都会比在裴洛西来得多 总统怎么看中共发动联合军演 特别觉得是针对你的旧职演说 蓝星德首次以三军统帅身份 试倒国军 尤其针对台海情势 信心喊话 此时此刻 国际社会更高度关注民主台湾 而面对外在的挑战与威胁 我们会持续捍卫 守护区域的和平稳定 我想我们会适切的因应 所以今天早上七点半 就已经去找到了 我们成立应变中心 我有进去应变中心 在一党也呼吁两岸得克制冷静 严正的呼吁对岸务必克制 也要再一次 呼吁民进党中央政府 不要以示意形态挂帅 遵守中华民国宪法 新政府上任就看赖总统 如何化解两岸危机 接着张日敏军S要组台北桃圆